记者简慧如宜兰报道,宜兰连日豪雨不断,宜兰县政府消防局郊西分队在风雨中的救护车上为一名孕妇接生,其中消防一男李硕冰曾博香更在一个月内为两名孕妇接生,大家感动的说,听到婴儿的哭声,真的感受到消防工作的意义。 10月14日晚上9点40分,宜兰正因卡努台风环流与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影响豪雨不断,郊西湘一名孕妇在家中突然下体流血,情况相当紧急,报案寻求消防队协助。 消防员孙卓伟和一男李硕冰曾博香到达现场后,赶紧将孕妇护送上车送医,请他左侧坦卧姿并同时备妥生产包。 感觉小孩快出来了,前往医院途中,孕妇表示想要抓着东西,一男李硕冰为了安抚孕妇的情绪赶紧伸出手来让孕妇抓着。 出发后二、三分钟,孕妇突然大喊,觉得小孩快生出来,负责开车的孕卓伟赶紧将救护车停在路边并确认孕妇状况,检查时发现婴儿的头已经外露,于是请孕妇用力哈气,深吸气。 这一瞬间婴儿已迫不及待帽出头来,他赶紧接住婴儿。 孙卓伟表示,当时查看婴儿没有期待绕醒的情形后,并未婴儿畅通呼吸道,听到小男婴放声大哭的红亮哭声后,才放下心来。 将婴儿擦拭干净后,用期待夹夹住期待两端,并以保温铝布包裹,然后将婴儿交到妈妈的怀里。 接着,马上开救护车火速前往医院。 孙卓伟才刚担任消防院十个月,就遇到接生的救护工作,他说,当初想当消防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人能亲手帮忙接生孩子,真的感受到担任消防的意义。 巧合的是,消防一男李硕斌和曾博翔9月21日,才跟另一名消防员黄哲胜在救护车上为另一名孕妇接生。 黄哲胜说,当时是一名37岁的孕妇与他的家人正要出门前往医院,结果走在路边小孩就冒出来。 他们战战兢兢兢将孕妇送上救护车,小孩子随后又顺利出生,他担任消防四年来才遇到,学弟们真的很幸运。 李硕斌担任消防替代役将近六个月的时间,他说,救护。 工作往往都是遇到伤患,能连续看到两个新生命的诞生,真的很感动,尤其听到婴儿强而有力的哭声时,真的觉得很开心。 曾博翔则说,遇到小生命的到来,让他对消防优传时感动与热血,他会继续朝最强消防一男的路迈进。